台湾的朋友 我现在 刚刚完成今天的工作 一点点啊 今天没有很多工作 因为新公司 没有什么工作 但是都要做一些 准备的东西 然后来 有小小时间 就练习一下我的吉他 练习我的国语 烂烂烂烂烂烂 烂国语 跟你们聊天好吗 这个影片 如果你们觉得 比如说你睡不着 就看这个影片 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慢慢的念 因为我的国语 就 有时候比较好一点 应该这样子说 有时候比较烂 有时候更烂 对吗 对吗 但每一次都听到 都听到你们说 听得懂得好 谢谢罗 今天跟公司 另外一间公司的 就在我们附近的另外一间公司 同一座带楼了 就一个台湾的朋友聊天 真的很热情啊 你们都 他告诉我们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香港人 就跟我们聊 然后告诉我们 其实台湾人都很 包容 外来人 然后我说 对 我都是坚持觉得 这个包容 其实就 让台湾变得多元 然后就让台湾更有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台湾是整个亚洲地区里面 可以说是最有动力的一个地方之一 怎么说 因为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不同的文化在这里 不同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可以这样子说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话 就没有意思了 对吗 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开始 是从何以来呢 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是 他们说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 对吗 道生一一生二 对吗 就是一开始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突然间开始有一丁点 然后就变成这个世界万事万物 所以就是本来就要不同 如果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变出来 对吗 你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们应该了解 就是要不同 所以我们要怎么说 我觉得了 我觉得了 其实我们都是从同一个点出来的 我们 大 我们 其实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我们就是 就是一体的 没有你跟我 但是 讲是这样子讲 哈哈哈哈 但是当你说 你就是我 你把你 皮杂里面的钱给我 我就相信了 哈哈哈哈 很纤细的一个问题 对吗 这个都是一个概念 尽量这样子想 尽量这样子想 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爱 尽量了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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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个是一个大方向 方向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已经 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人类要选择 选什么 怎么选 有的选择是幸运 你要不选就往上 要不就往下 你选做一个善良的人 还是做一个做恶的人 对吧 要自己选 有机会 我们还有机会 然后我就选择过比较简单的生活 放下恐惧 从前很多恐惧 现在几乎都没有 没有太多 从前很多 怎么会不多 在一个那么紧绷的地方 过来 哪个地方让你 逃不过气 然后来到台湾 就轻松了 去年就 告诉我太太 我们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去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疫情 我想 台湾其实跟香港的人都会戴口罩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台湾的地方比香港大 然后你们处理 这个疫情 比较有系统 做得比较好 这个是真的 你看 就是这个 几个月前的我们疫情 台湾 稍微 轻微 你们觉得很多 其实它往上 然后很快 两个多月就 降下来 你们可以看一看世界 其他国家 很多地方 疫情一上 就没有再往上了 就这样子 所以真的很感恩在这里 就比较安全 会闷吗 就是要你很闷 这个影片的目的 就是让你睡觉 发一个甜目 好不好 这个影片 只要有一个人看 那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有缘人 你是我的有缘人 我越来越伤心缘分 就是怎么说 比如 就是好像从前我在香港 其实大概过了十多年的生活 都是很有规律 每一天就是工作一点点 其实因为我的工作 因为我是管理我的公司的程式 程式 program 就已经写好很多东西 所以我的做的时间真的不是太多 但是就要很多时间去思考 所以就 脑袋里面就会想很多东西 怎么改 哪个系统改得好一点 然后 每一天 我都没有什么真的工作 跟收拾的时间去分开 但是就工作 工作一点点 不断想想想想想 然后就打雨仇 然后就看一看电视剧 最爱看台湾的综艺节目 很好看 然后太太 从前都不是我太太 那个时候是我女朋友 还是我女朋友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然后去年发觉 来台湾 就好像第二人生 嘿嘿 有赚 有赚 就是 有 完全 完全不同的经验 我们其实来这个世界都是要体验一下 就好像 星期天 哎对 昨天我就想 其实人生什么是喜悦 爱乐 这些都是一个体验 当然 爱 的时候 就不开心啊 你不想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爱 就不会知道哪个喜 对吗 就是相对的嘛 你要很低的时候 才会知道高的时候是怎样 怎样 所以有些人就 生命比较 哦 颠簸 你们说 有高有低 那些人都 其实 如果能够撑过去 扛下去啊 这很厉害 不容易 有些最高的人 一下子跌到最低 哎 想一想路 有点怕 我希望呢 我就 一点点的体验就好了 不要给我 太多 我怕 已经很感恩了 现在就是 这样子可以在这里这个 很安全的地方 感受一下 人生 但是有些台湾的朋友 就跟我的看法不同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 最好 看法不同 就是最好 如果每个人都一样 就去北韩算吧 哈哈 北韩每一个人都一样 哎 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的人都 没有自由 所以我常常说 哎 有的选都是最幸运的 好像 比如说 我这样子练习 我的手 都会痛 然后 长 长茧 对吗 你们说长茧 但是这个是我的选择啊 对吗 你不可以跟我 告诉我 哎 这个是对你好的 你不要练这个 因为会让你痛 哎 不是耶 我觉得这个痛 我能够承受 然后这个痛 让我 之后 会变得更快乐 对吧 为什么 你觉得 不可以 就 剥夺 剥夺 我的自由 哎 你们听得懂我讲多小 哈喽 听得懂就好 其实我练习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歌 慢慢的 一点点的练习 我去 啊 今年啊 2月 2月 21号来到台湾 哪一天 哎 我 永远不会忘记 嘿嘿 很开心咯 哎 哎 具有的空隙 具有的 的 呼吸空隙 嘿嘿嘿嘿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台湾的朋友 我告诉每个台湾的朋友 他们说 哎 有什么特别 哎 你们当然不懂了 所以我都觉得很感恩 有比较就有幸运 你懂吗 幸福是比较出来的 今天 我跟我台湾的朋友聊天 他们说 台中的天气 没有从前好 我说我不知道从前台中的天气有多好 但我现在觉得 比我从前住的地方好很多 起码我 比如说我在台中 现在我之前 因为现在戴口罩 就不可以比较 因为我从前我在香港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没有疫情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香港出门一整天 跟在台中一整天 因为我之前在台中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去外面好像旅行 看一下台中一整天 回家之后 看一看碧鸿 碧鸿里面 在香港是黑色的 因为真的污染很多 台湾不是没有污染 因为我们都是所谓文明社会 其实我们不文明 我觉得一点都不文明 但是你们说文明 文明就是有很多工厂 工厂 工厂 然后就污染 空气就污染 但是起码台湾的环保的概念比较重就对了 我们都是在伤害这个地球 不好意思地球妈妈 但是人类就是有一点 真的自私 就不停的伤害这个地球 我想 如果我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文明 是不是会更好 就每一天去打猎 然后看见 漂亮的女生 就可以去照配 简单 就是 漂亮的过来照配 然后就有下一代 然后又不用钱 这些概念 也好 好像也好 没有了 跟你们开玩笑 我想人类 现在就是这个文明来到这里 就是要 就是一个 一个点 决定你可以再往上 还是要 推到之后 这个文明 这个科技 一定要有一个善良的心 才可以往上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给魔鬼拥有 拥有这些科技 最后就是 尾灭了 什么都没有 对吗 我是不是讲太多 已经睡着了 这个 有点困难 其实练是这个 吉他 有点像从前 我在香港的时候 打 打 做 冥想的感觉 就是放空 但现在我在 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就 其实都很放松 就是没有放空 但是都已经很好 因为有时候 放空是为了放松 我现在没有放空 就已经放松了 也好 我就是天生爱聊天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要来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你们应该懂 我姐这样嘴啊 如果在香港 可乐会洗 我天生就是爱讲话 如果你告诉我 不要乱讲 会影响你的 什么什么 我会觉得很痛苦 我只是 讲我伤心的东西 现在什么年头 不可以讲 就是好像 从前 你不可以讲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如果说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你就会被 被烧洗 不可以啊 我们真的是 文明的嘛 文明 人类说这只是文明 如果有外星人 他们会笑我们 你们文明 你们的文明 跟我 跟你们看蚂蚁 蚂蚁的文明差不多 所以我想了 这是我的分享 只可以 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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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还是谦卑 人类 很多东西 我们以为自己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 谈一谈 谈一谈 二十分钟 好了 有点累 要听唱歌吗 没有了 已经睡着了 好热 祝你们平安喜乐 拜拜